又多一家寿司可以吃啦 有别于近几年台湾掀起的回转寿司风潮 这次来台的是连续五年获得米其林二星评价 源自大阪的高级寿司Social是寿司方 4月即将在台北大安区展店 寿司空门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加入Foodie吃货频道反手时指向右指 点一下片中文版反手时指向右指 Social是寿司方以顶级新鲜食材制作创意寿司风靡全亚洲 一道道玩味却不失经典的日式料理 在港的第一家海外分店吸引许多明星 龙祖儿 甄子丹 袁永宜 杨青化 古巨鸡 苏永康都是寿司方的常客 这次寿司方宣布今年4月进驻台北 承接了日本大阪总店风格 独住一格且大胆的创意料理艺术 保留传统日式食材的做法 并加入西式元素 赛事次序和味道均摆脱传统寿司的框架 为台北寿司料理注入一股全新的活力 被誉为日本创意寿司之神的创办人 Pirofi更会每月亲自来台注电 设计独家创意寿司与客制菜单 要为寿司扣门带来顶级的美食盛宴 Tilder 食材方面除了选用最新鲜的日本食材外 寿司方的食材足迹遍布全球 Pirofi每年都会到不同国家找寻最顶级食材 曾远至法国获取新鲜食材 只为了亲自监督制作新鲜鱼子酱 今年初也非至希腊采购乌鱼子 坚持选用最世界顶级食材 在北涛各门无限惊喜 Tilder